不如这样 我们兄弟三个人对阵你们明朝的官员 你们任选三人来与我们对战 分拳脚兵器射击如何 博言森说道 比个事这么麻烦 穆清语不确定下面哪个官员能应战 想找个借口扯过去 博言森显然看出了穆清语的想法 怎么 连三个人都找不出来吗 我来 今夏忍不可忍地站起身 别的不好说 这射击他还是有把握的 既然三王子对我朝女子围观一事这么好奇 我就当然不让 主动请应了 陆毅见今夏还是没忍住 便赶紧起身 既然三位王子这么有兴致 那陆某不才 也想请教一儿 博言牧见三儿子 纯心找茬 便对博言父使了一个眼色 两军贤早在今夏起身的时候 就已经按捺不住了 他不能让今夏以身犯险 毕竟三哥的招数他是知道的 既然父王受益 那就好办了 就见博言父起身面向今夏 双手抱拳说道 那我就领教一下京城第一女捕头的射击吧 博言父知道今夏的枪法奇准 由他来对阵今夏 至少可以互今夏周全 最后双方决定三对三 分别由穆清宇对博言磊 陆毅对博言森 今夏对博言父 工人们很快在大殿内搭起了擂台 第一局 穆清宇对博言磊鄙视拳脚 此刻两人均换上了比武服 穆清宇虽然身高占优势 但是博言磊更壮硕有力一些 一时还真是棋逢对手 就见博言磊左脚向后一侧 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蒙古族最擅长的就是摔跤 博言磊也是草原上有名的摔跤王 穆清宇身姿向后一侧 一只手背后 一只手向前 手指做出了腰轻的姿态 自信洋溢在脸上 随着博言磊的一声大喊 便冲向穆清宇 博言磊的力量如猛虎下山一般 冲过来的力量都带动着周围的空气流动 似冷风袭来 再见穆清宇单手接住博言磊打过来的一拳 博言磊力量之大 让穆清宇的脚步都跟着后退了半尺 就见穆清宇眼神灵力 抓住博言磊的手腕 借用内力翻转博言磊的手腕 博言磊身体随着手腕的转动而翻转 穆清宇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 直接一个后跳拉着博言磊的身体向前倾 博言磊顺势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博言磊不服气地起身 看着穆清宇揉了揉自己刚刚被扯疼的手腕 还想要继续攻击 就听一旁的父王说 点到为止 既不如人还不赶紧退下 没错 博言磊根本就不是穆清宇的对手 再打下去就会输得更难看 博言磊不服气地转身下了场 随着众人的拍手叫好 穆清宇走下来 来到今夏身边 骄傲地问道 怎么样 今夏见穆清宇得意的样子 竖起了大拇指 这家伙不愧是未来的大将军 功夫不错 第二局 路易对博言森比试兵器 路易自然是使用绣春刀 博言森的兵器是一把弯刀 路易早在博言森开口讽刺 惊吓的时候 就已经带着气了 竟然敢公然羞辱惊吓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嘴贱的下场 博言森自认自己的弯刀 使得出神入化 可对上路易的绣春刀 也只能说他功夫还需精进呀 本来只是鄙视的话 路易不会不留情面 可谁知道 这家伙嘴贱 侮辱了惊吓 路易哪里肯给他机会 刀光之下 博言森渐渐无力招架了 路易招招狠辣 根本就不是鄙视 分明是要取他性命 博言森就不是路易的对手 可偏偏路易还不愿意放手 狠狠紧逼 博言森节节败退 最后被路易一脚踹下了擂台 路易站在擂台上 居高临下的看着博言森 眼神里的寒光透着杀气 让博言森没来由的一惊 这个路易 莫不是想要取我的性命 该死的 路易收起绣春刀 在大家的叫好声中下了擂台 他来到惊吓的身边 惊吓嘴角难掩骄傲之情 他知道路易是在给自己报仇 他又不好在大庭广众之下 表现出自己的喜悦之情 只好开心地偷偷看了路易一眼 路易接收到惊吓满意的小眼神 嘴角也露出报复之后的得意之色 第三局 惊吓对博言森鄙鄙视射击 惊吓和博言森来到擂台上 两人一起站在擂台的一侧 对面放置的一排物件是从大到小 他们要依次射中对面的物件 看谁射得多 射得准为胜 惊吓使用的是火筒 博言父使用的是弓箭 博言父拿起弓来到惊吓面前 用只能他们两人听到的声音说道 惊吓 我不是故意欺骗你的 稍后我再跟你解释 惊吓冷冷地抬眼看着博言父 四王子请吧 惊吓的眼神冷淡地看着对面的靶子 博言父看着惊吓疏离的眼神 内心很是难受 他不希望惊吓这么对他 他弯弓搭箭对准第一个标靶 箭出把落 接下来是惊吓 惊吓举起手筒对准第二个标靶 砰的一枪也是枪击把落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两个人都是射击很准的人 一共九个靶子 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物品 博言父搭弓开箭 他紧皱了一下眉毛 如果他射中 惊吓就是输 本来今日的相聚就已经误会重重了 如果自己再赢了惊吓 那岂不是会让他在众人面前 颜面扫地呢 到时候 他们之间恐怕就不仅仅是误会那么简单了 他用眼神的余光扫了一眼惊吓 惊吓此刻也很紧张他的这一剑 博言父心思反转 出剑的一瞬间手颤了一下 最后一支剑擦着物品的边缘扫了过去 但并未射中 金夏心中大喜 他举起手筒毫不留情地击中了最后一个目标 随着金夏的最后一声枪响 大电响起众人的叫好声 金夏骄傲地看着对面被击落的靶子 薄言父看着金夏的笑容 自己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不愿被察觉的欣慰笑意 而这一丝笑意却被陆毅看在了眼里 三对三全胜 皇上大喜 好好 我大明人才辈出 青出玉兰 更胜于蓝 金锅更胜须眉 来人呀 赏 众臣见皇上龙颜大悦 赶紧起身 共呼天佑大明 圣君明主 万岁万岁 万万岁 就连薄言牧也不得不承认 今天的笔事的确精彩 三个儿子输得福气 接风宴过后 薄言牧随公公与皇上在后殿面谈 各部门的使臣也对应着自己部门的官员 在殿外的议事厅里 就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进行交涉 倒是三位王子无所事事地被请到御花园里 由陆毅金下等人随行 穆清宇本该去跟父亲叙旧 谁料父亲被皇上一并招了去问话 索性他也跟着金下他们在御花园里闲逛 刚刚在殿外等候的承安他们 此刻也跟在金下身边 金下姐 刚刚大殿里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好端端的不看歌舞 鄙视起来了 若雪小声的好奇地问道 金下看着若雪好奇的目光 正要解释 穆清宇接了上来 还不是有人自不量力 想要挑战我们大明的勇士 结果你猜怎么着 穆清宇的话 根本就是冲着旁边三位王子说的 金下虽然也狠气刚刚被薄言森奚落 但是他知道轻重 赶紧拉住穆清宇 笑墨别乱说 免得落人口实 穆清宇本就傲气 面对瓦剌更是不放在眼里 再加上他们刚刚奚落 侮辱了金下 他只想着护着金下 金下你别怕 有我呢 金下无奈地看着穆清宇 心想 你是未来的王爷 你当然是不怕 我一个小捕头 我怕呀 真要是再因为我惹出什么祸事来 岂不是要连累很多人 金下抬起头 瞪了穆清宇一眼 穆清宇被金下瞪得有些懵 金下再次说道 有什么话 出了宫再说 哦 穆清宇有些心不甘 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站在远处的薄言妇 一直在观察着金下的一举一动 他看到穆清宇跟金下的互动 心里很不是滋味 感受到有人看向这边的穆清宇 转身看到薄言妇 招了招手 梁兄 薄言妇点了点头 便向他们走过来 金下奇怪地看着穆清宇 你叫他什么 梁兄 穆清宇不解地看着金下 点了点头 对啊 他们家四兄弟啊 虽然他姓薄言 但是他们各自还有汉姓 四王子薄言父的汉姓是梁 叫梁君贤 汉姓 金下抬眼看着走过来的梁君贤 说话间 梁君贤已走到了金下的身边 接着穆清宇的话说道 我父王给我们四个人刺了四个汉姓 分别是白 梅 安 梁 所以 我还有个名字 叫做梁君贤 梁君贤边说边小心地看着金下的表情 金下向后撤了一步 冷冷地行李说道 见过四王子 梁君贤看着金下的样子 眼神里透露着一丝无奈 他知道有一天金下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 必然会是这样 他又走进了一步 就不能听我解释一下吗 金下随着梁君贤的走近 呼闻他身上有一股异香 他抬起头问道 这香味 梁君贤低头看了一下自己身上佩戴的猪串 哦 这是我们瓦剌独有的香猪 我也只有穿自己服饰的时候才会佩戴 金下低头回忆着 这香味 一瞬间 多日前的记忆环顾在脑海里 那日与穆清宇相见的白衣公子 金下顿开毛色地看着穆清宇 穆清宇见金下看着自己的眼神 有些奇怪 问道 怎么了 你跟我来 说着金下向梁君贤行了个礼 好奇穆清宇就走 终于来到一处无人之地 才放开穆清宇 我问你 多日之前你是不是在万客来茶楼见过四王子 金下张嘴问道 多日之前 穆清宇努力回忆着 四王子来京城后的确跟自己见过几次面 就是那天他穿着一袭白色的衣服 身上还有刚刚的那股子香味 对了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见过面 金下赶紧帮着穆清宇回忆着 香味 哦 你是说梁兄刚到京城的时候吧 我是请他到茶楼一聚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还不认识呢 你怎么知道的 穆清宇听金下这么一问 回想起来了 的确是梁兄刚来京城的时候他们聚过 但是金下如何知晓的 你跟踪我 穆清宇反应过来 原来是他 金下愣在原地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 梁君贤就已经来到了京城 随后自己又在茶楼附近为他解围 介绍仪给他买药 后来遇到的一切事情 金下将这些事情穿在一起 后背感到越来越散发出良意 这些事情穿在一起